养虾场十足木红彩病在宜兰县确诊辖温 由于目前花莲地区只有几处养殖场 花莲省政府动植物防疫所也积极进行养殖场的防疫 不过还好花莲地区的熬虾养殖场都是自行育苗 从未从外地引进苗虾 减少了十足木红彩病的感染机会 大陆地区所引发的十足木红彩病 目前在花莲所饲养的熬虾白虾的业者不多 花莲省政府动植物防疫所还表示 未发生的养虾场会请渔业养殖以及相关业者 确实做好生物安全措施 其实现在中央这边有发布 就是我们部分的县市有出现的白虾还有熬虾 会有验到一个十足木红彩病毒的一个养性的状况 那这个病毒其实是在白虾可能会造成大量的死亡 所以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养殖业者 那在你如果是释养白虾 或者是泰国虾 还有我们的澳洲的小红虾 还有美洲熬虾的部分 那要注意你在引进外面的种源的时候 要注意你的虾苗它的来源 不要引进那种来路不明的 那最好是种源厂的部分 可以有去做过相关的检验 确认说这个十足木红彩病毒 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病源 包含人车进出的管制 人员交通工具以及设备器械清洁以及消毒 并且从合法来源种植虾购买健康鱼苗 购入虾苗后应该要先在隔离水池隔离观察两周 没有异常之后再引入饲养池来饲养 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很疯癖 跟那个外面别的其他地方不容易接触 你像屏东的话 它养白虾 泰国虾 什么草虾 各种的虾 都容易 它们就是容易混在一起 然后也容易被感染到 自己场内在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捕捞的那些鱼具 这些都要做好一个清洁消毒的工作 那就是要加强自己场内的一个生物安全的措施的防范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场内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时候 像是如果说有异常的死亡 或者是虾水消满它们有活力下降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也记得一定要跟我们防疫所这边来做一个通报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了解跟检验 东方所表示 十足目红彩病毒 目前文献归于红彩病毒科 并且非人序共通的传染病 不会传染给人 不过对于养殖业者的经济财产损失还是相当严重 还是呼吁养殖业者购买虾苗时 请勿购买来路不明的虾苗 避免养殖场染病的情况发生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